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会计的第一章总论 首先我们看一下本章内容导读 也就是对这一章的知识点 先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这一章总共有五节内容 第一节是有关会计概述 了解就可以了 第二节是财务报告目标 会计基本假设和会计基础 第三节是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有八个方面 第四节是会计要素及其确认和计量 简两个大问题 一个是会计要素的确认条件 另外一个是会计要素的计量属性 最后一节财务报告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章考情分析 这一章属于整个会计准则体系当中的基本准则 主要是阐述相关的一些会计的基本理论和一些基本概念 所以这一章相对来讲是理论性的一些东西 也比较抽象一些 本章主要考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是会计基本假设 有四大基本假设 第二是会计的核算基础 有两大基础 第三是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八个方面 第四是有关会计要素的定义 及其确认条件 有六大会计要素 第五个是会计要素的计量属性 有五个方面计量属性 那么这一章考试题型肯定是客观题了 有时候考一道单选或者多选 有时候这一章有的年份 这一章可能就不出题了 那么如果出一道题 不管单选还是多选 那就是两分题了 也可能有一道题 可能没有 所以这一章属于非重点的章节 另外2021年这一章教材内容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在这里有个学习建议 给大家提个建议 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一章 是一些会计基本理论 那么这一章的题目 它是结合后面很多章节知识点来出题的 当一个问题 我们很多同学是第一次学习会计的教材内容 那么后面很多知识点不清楚 所以这一章在做题的时候呢 有难度 有的同学坐下来呢 打击非常大 因为做了单选啊 多选啊 错的特别多 其实这个呢 不一定是你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题目 涉及到后面章节一些知识点 后面那些经济业务不了解 那我们就没办法去做今天这一章的题目 当然这里面要因人而异了 咱们有的同学已经把2020年的教材已经学习了一遍 甚至题目都做了一遍 那你对后面的章节相对熟悉一下 那你可以这样做 当然也包括有一些可能已经在这方面有充分准备的同学 都可以做这一章 反之如果我今天才开始学 后面可能还不太清楚 那么给你一个建议 这一章暂时不做 问题不大 没关系 那什么时候做呢 可以等我们把整个章节内容学完了 那么这一章本身内容也不多 分值比例也不高 那么你到后期可以把这一章再做一下 问题不大 我们的关键都在后面章节 你别有个顾虑 第一章就没做了 那后面怎么办 我主要考虑到有些同学是第一次学 你如果做了这一章题目 可能打击非常大 因为很多可能都做错了 所以给你提这么一个建议 总而言之是因人而异 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决定 那下面我们就看本章知识讲解 首先看第一节会计概述 这一节呢 我们给大家写了一下了解 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什么叫会计 所谓会计 它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因为我们在行账务处理时 要将所有的价值量 折成以货币来计量 同时核算和监督 企业行政单位 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 核算和监督呢 实际上那就是会计的两大基本职能 核算和监督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 这么一种经济管理的工作 这实际上是给大家顶性了 会计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经济管理方面的工作 属于管理工作 好 大致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会计的作用 这个大家看看教材 不用多说了 第三个是企业会计准则制定 与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体系 因为我们整个教材学的内容 都是和会计准则相关的 那么我们主要是讲的是 企业的会计准则 那么整个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包括四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是基本准则 那这个基本准则 就是我们今天第一章内容 然后是第二部分 企业会计准则的具体准则 到目前为止 财政部制定了42项 具体会计准则 那就是我们后面 各章节的内容 从从获开始 到长期股权投资等等等等 那么相对应的 那么相对应的是应用指南 比如从获准则 那么准则是一个法律条文 应用指南可能相对补充一些 接着就是第四部分 企业会计准则的检释 那就是对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 要做一个阐述 阐述 做个检释 至目前为止 有13号会计准则 已经颁布了 另外还有一个14号准则 目前处于征求意见稿 有可能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 到考试前 这个14号准则 也可能会确定下来 一旦确定下来 那么也应当作为我们学习的内容 好 这是大致了解 第一节呢 咱们就这么了解一下就过 下面第二节 财务报告目标 会计基本假设和会计基础 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财务报告目标 两个方面了解不说了 第二个问题 会计基本假设 这个问题是需要掌握的 我们会计在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时 是建立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的 那么这个前提条件 就是我们这所说的会计的基本假设 那么会计的基本假设 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会计主体假设 第二个是持续经营假设 第三个是会计分析假设 第四个是货币计量假设 下面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怎么去理解 因为这是属于会计的基本理论 比较抽象 首先看第一个会计主体假设 所谓会计主体 它是指企业 在确认计量和报告的空间范围 也就是说 在会计主体的假设下 我们企业应当对其自身 所发生的交易或事项 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 而与其他的会计主体 要区分开来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打个比方来说一下 咱们有的财务人员呢 除了在本单位 从事会计工作之外 可能还给其他的单位 做一些兼职 我这个月呢 做两家公司的兼职 每家公司啊 都给我兼职 这个付个薪酬 一千元 那么两家呢 那我在自己公司的工资之外 另外两家 我还有额外 还有两千块钱 给我一些收入 那么在实物当中 咱们有的同学 可能还做两家 甚至还做得更多一点 五家十家的都有可能 那下面呢 我就说一下 假定有两家公司 一家叫假公司 另外一家叫乙公司 假公司向乙公司销售商品 假公司称之为叫销售房 乙公司叫采购房 这没问题 今天假定你是假公司财务 这是你的主要工作了 那么你站在假公司的角度 这样一笔销售 假定我们直接以银行存款 来进行结算的一百万 那对假来说 那就收到一百万银行存款 以那是支付一百万存款 这没错 那么你是假公司的财务人员 那就应当以假公司 作为你的会计主体 站在假的角度 它是银行存款增加 那么你要登记的时候 要增加银行存款 借银行存款 同时呢 我刚才假定了 同时假定你是什么呢 你是乙公司的兼职会计 刚才我不是假定 你可能还从事一份兼职工作吗 礼拜六 我就到乙公司那这 公司来作战 做兼职 那么这个公司可能规模比较小啊 那么他可能就请个兼职会计 那你这个时候 同样是一个经济业务 假公司像乙公司销售商品 这么个业务 你今天礼拜六 在乙公司进行账务处理时 请你注意 你的空间范围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再站在假公司角度了 你要站在乙公司的角度 来考虑问题了 同样这么一个经济业务 那你站在乙公司角度 那就是银行存款减少 因为你的会计主体这个时候变成谁了 是乙 也就是说我们会计人员 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这个会计处理理论上说就是叫 确认计量报告 你编制报表 编制凭证 登记账簿 然后编制报表出来 这就是一个会计处理 包括确认计量和报告 那么作为我们会计人员 我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你首先要确定好会计主体 你是假公司的会计 你站在假公司角度 这项经济业务是增加银行存款 礼拜六你到乙公司去做兼职 那这个时候你的会计主体 是乙公司作为你的会计主体 作为它的空间范围 这个时候站在乙的角度 它使银行存款减少 但银行存款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我们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首先要假定好 你的主体是谁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会计主体假设 另外呢 在这给大家一个提示 会计主体 不同于法律主体 两个名词了 会计主体 法律主体 这两个怎么区别 一般来说 如果某一个主体 是法律主体 那么它一定是会计主体 为什么呢 我们以公司法为例来说 你是法人 是一家公司 那是个法律主体 那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你是个法律主体 那必须要进行会计核算 你既然要进行会计核算 那你就一定是个会计主体 所以这个推理没有问题 你是法律主体 那么你一定要进行会计处理 会计核算 那你一定是会计主体 反之 不一样了 如果你是会计主体 那你不代表 你一定就是法律主体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一下 比如一种情况 分公司 总公司下面可能还有几个分公司 分公司 那是一个会计主体 它是要进行会计核算的 它不是法人 但它要进行会计核算的 既然你进行会计核算 那你就一定是会计主体咯 但是你是分公司 你不是法人 你不是法律主体 这么来理解 第二个再举个例子 企业集团 假公司下面有 乙公司 丙公司 两个子公司 那假公司是母公司 它的个别报表 它是个法人 要进行会计处理 没错 你是法律主体 也是会计主体 下面两个子公司 也是如此 是法律主体 同时一定也就是会计主体 但是有个问题 假公司要就下面的 一和饼两个子公司 要编制合并报表 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编制一个合并报表 那作为这个合并报表 它也要进行会计处理 你编合并报表 那这个企业集团 那是一个会计主体 你要编合并报表的呗 那你是一个会计主体 但是 它不是一个法律主体 有人说 那某公司不是法律主体吗 是 企业集团不是 企业集团是一个集合体 法人的集合体 打比方说 咱们一个班级里面 有一百个同学 每个人代表是一个法人 那你每个人都是一个法律主体 打比方说 那是我们这个班级叫企业集团 你不能把这个班级称之为是一个人 或者说是一个法律主体 所以企业集团 它需要编合编报表 所以它一定是会计主体 但它不是一个法人 它是个法人的集合体 好 这个问题呢 就这样的理解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基本假设 叫持续经营假设 所谓持续经营假设 它是指 企业在经营 确认计量和报告时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它认为企业不会倒闭 不会破产 不会清算 会按照当前的规模和状态 持续的经营下去 一万年 万万年 我都不会倒闭的 这就是我们在经营会计处理时 一个持续经营的假设 但是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实际上在实物当中 是不太可能的 有的企业经营规模 可能还产一些 比如我们有的公司 称之为叫百年企业 比如某个银行 叫百年银行 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那也才是一百多年 它没有到一万年 是不是 也没有到几百年 几千年 一万年 我们在实物当中 有的企业可能经营到几年 多的几十年以后 因为各种原因 可能会最后清算 停业破产等等 那么就一个问题了 我在经营会计处理时 我怎么知道 我这个企业 它经营的期间是多长呢 那一般来说 我们都假定 我会持续经营下去的 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假设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一下 假定 假公司购买一栋办公楼 那是作为固定资产 既然是固定资产 那就要提折旧了 这个办公楼的使用寿命 是多长时间呢 比如告诉你是四十年 所以我们在经营会计处理时 假定是年限平均法提折旧 我就按照四十年提折旧 你这么在做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潜意识地认为 我们公司最起码持续经营 在四十年以上 否则你怎么能按照四十年提折旧呢 这就是我们在经营会计处理时 我已经默认了 我已经假设了 或者说我在持续经营的前提条件下 我这样进行会计处理 实际上也有可能 二十年以后 这个公司最后就破产清算 完全有可能 所以呢 我们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我们现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我们是不会倒闭 不会破产 不会进行算的 因此呢 在这样的起立条件下 我才可以对固定资产 按照预计的使用寿命提折旧 对无形资产 按照预计的使用寿命 我来进行谈销等等经济业务 这就是持续经营的假设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个假设 那叫会计分期 刚才我们在第二个假设里面说了 我们是假定一个企业都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都是持续经营下去的 不会倒闭 不会破产 不会清算的 但是一个问题来了 那么我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呢 从这个公司开业第一天 我就登记编制凭证 登记账簿 然后等到那个公司将来清算了 20年以后假定清算了 破产了 然后我在那一天 我再出去一个报表出来 那就没有意义了 这个公司都已经清算了 结束了 你才出去这个公司的财务财务款 经营成果 能赚多少钱 告诉老板 这已经没有意义了 那怎么办呢 我怎么去了解这个公司呢 那就是会计分期 也就是在第二个情理条件下 我们将一个企业持续经营的活动 人为性的分割成 若干个连续的 间隔时间相等的期节 那就叫会计分期 正因为有了会计分期 所以呢 才有我们的什么年报 半年报 季报 月报 我们分成每一年了 分成每个季度了 每个月了 然后我们每个期间 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 这就是会计分期假设 也就是说 你为什么编年报呀 你为什么 比如上市公司 他都要公布半年报 季报 包括你们单位里面 为什么每个月要编一次报表呀 那就是我们已经默认了 是人为性的分成一个一个会计期间的 那就是会计分期假设 好 这是第三个假设 下面我们再看第四个假设 货币计量 这个很好理解 我们在企业发生的经济业务当中 有货币计量的 以金额来算的 也有以食物量来计算的 什么叫食物量计算 购进原材料100公斤 销售商品300件 这就是食物的量来计算了 有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价值量计算 那我们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包括确认计量和报告时 我们将所有的价值量 包括食物量 全部换折算成货币 在报表上都是以货币来计量 这就是货币计量假设 也就是说你在进行商务处理时 你编制凭证 借贷什么多少多少 你都是金额 而不是借原材料300公斤 你不会这样写的 那有人说 没告诉我我也是这样做的 对 因为你已经默认了这些假设 这就是叫基本假设 因为我们建立在这个潜力条件之下 是在这个假设之下 进行会计处理的 一般来讲 咱们有很多同学是会计专业的 一般来讲呢 你在学习会计的第一天 老师就跟你讲了四大基本假设 这样呢 你在工作当中 你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包括确认计量和报告 你已经默认了 有这么四大假设在这 好 这就是我们这所讲的会计基本假设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道题 这是2016年的一个单选题 一个考题 假公司 假公司2014年12月20号 与乙公司签订商品的销售合同 合同约定 假公司应于2015年5月20号之前 将合同标的商品运迪乙公司 并进验收 在商品运迪乙公司之前 如果发生了蔑视 毁损 价值的变动 等等风险 是由假公司来承担 什么意思啊 14年12月底签合同的 商品是于2015年5月20号发货的 这就涉及到跨年度 跨期间的问题 假公司该项合同中 所授商品为库存W商品 在2014年12月30号 假公司根据合同向乙公司 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表 并于当日确认的商品的销售收入 也就是说 他将这笔商品的销售收入 确认在2014年 W商品于2015年5月10号发出 并于5月15号运迪乙公司 验收合格 对于假公司2014年 W商品的销售收入 确认的恰弹性判断 就是否恰弹 除了要考虑 于我们后面16章 要讲的收入的确认条件 它的符合性之外 就是说 这个问题咱先不考虑 到底是否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除这个之外 还应当考虑 可能违背的会计基本假设 就这道题而言 它的确认收入 能否确认在2014年 是有值得怀疑的 也就是说 有可能要考虑是否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那我们这道题说 这个你先别管 我们现在要问的是 它可能 除了那个之外 我们考虑可能会违背 四大基本假设 哪一个 那很明显 这就倒是会计分期假设 因为会计主体 持续经营 货币计量 那几个没什么关系 其实这道题 作为考题来说 我们在考产上 可能不想那么多了 也就是说 当我拿到这道题 我第一反应 肯定是会计分期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要么是送在14年 要么就送在15年 这笔收入 是这么个意思 好 那么这道题呢 给大家就这样分析一下 选项B正确 会计分期 好 这是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什么叫四大基本假设 包括会计主体假设 持续经营假设 会计分期假设 以及货币计量 四个假设 下面我们再看 这一节的第三个问题 叫会计基础 也就是会计的核算的基础 我们主要是讲企业 那么对企业来说 它的会计处理 包括确认 计量和报告 都是应当以全责发生制 作为它的会计核算技术 那问题就来了 什么叫全责发生制呢 那就是 凡是属于当期的收入 或者说是当期已经发生的费用 不管在本期款项是否收到 或者说是否支付 都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或者费用 再进行处理 寄到利润表里面去 这句话实际上是包含有两层意思 一层是讲收入 另外一层是讲费用 就收入来说 它的意思是 作为全责发生制 那就是按照会计的要求 如果是属于本期实现的收入 其实在本期我没有收到钱 只要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 应该属于本期的收入 那都要送在本期 同样 发生的费用 只要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 属于应该由本期承担的费用 不管这笔款项是否支付 都应当作为本期的费用来处理 反之道理是一样的 凡是不属于本期的收入或者费用 即使在本期 款项已经收到了 或者支付了 都不应当作为本期的收入 或者费用来处理 这就是全责发生制 这个问题怎么去理解呢 我给你打个比方来说一下 包括咱们有的同学 在家里 就是食物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你也在进行一些 比较朴素的会计的处理 比如你比较上于筋打细算 非常上于持家 对家里面每一年的收入啊 多少啊 都有比较清楚 每年的费用是多少 开支是多少 开支呢 具体到哪些地方 你都很清楚 我们要算一算 今年的开支 应酬是多少啊 这个电话费是多少啊 这个招待费是多少啊 还有呢 什么这个每年淘宝上花了多少钱呢 都很清楚 打比方 我 我呢 一直也是学会计的 同时在食物工作当中也做会计 那么就一个职业病 我家里面也编制家庭的资产负债表 家庭的利润表 核算一下 今年 我整个总资产是多少 我的负债是多少 比如说 反贷 反贷那就是我的负债了 那么资产减去负债 那不就是净资产吗 所谓的权益吗 是不是 同时我也核算一下 今年 比如2020年刚过 我得算一下 整个2020年 我的主营业务收入是多少 其他业务收入是多少 投资收益是多少 股票赚了多少钱 或者说亏了多少钱 同时 我还核算我们家里的费用 有民息 比如利息 那是财务费用了 还有更多的是管理费用了 日常的生活开支了 等等 那管理费用里面 我有民息账的 我电脑里面有软件 我发生的开始 我都列进去 很清楚 因为现在 要么微信支付 要么就是银行支付 现金支付都很少 那这个民息 非常很清楚 那么接下来 我就讲一个问题了 包括你 都有可能有这个习惯 可能我要 因为你 上于持家 上于理财啊 你要算算家里的收入开支啊 有一个问题 比如 九月份的工资 我们一般来讲啊 我们在工作当中 九月份的工资 当月的工资 企业一般都是下个月发放 比如下个月十号发放 上个月工资 那么我站在十月份的这个角度 我在十月十号 收到了九月份的工资 那我们在家庭的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核算是 相对来讲 考虑的比较简化一些 那十月十号收到了 我就算在十月份的收入里面 工资收入 是我的主业务收入 同样的 九月十号 收到八月份的工资 那我也坐在九月份的收入里面 一般是不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 你九月十号收到的工资 其实是你八月份 你的劳动成果 只是到十月 九月十号才发放给你了 同理 十月十号收到的工资 实际上是你九月份付出的 那么下面就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我们在家里呢 为了简化 哪个月收到 我就算哪个月 收入就可以了 简化一点 那个是我们后面将要讲到的 叫收付实现值 实收实付 收到了 我就算收入 付出去了 我就算费用 但是 今天我们讲的企业会计不一样 它是全责发生值 就像我刚才讲的 九月十号你收到的这笔工资收入 实际上是你八月份劳动成果 按照全责发生值的要求 那就应当记载八月份收入里面 同理十月十月十号收到的九月份的工资 是你九月份的劳动成果 选择发生值 它的意思是那就应该记载九月份 凡是属于九月份已经实现的收入 不管这笔款项在九月份是否收到 都应该作为九月份的收入来处理 那费用道理是一样的 不用再说了 那么给大家打这么一个比方 大家就能理解 哦 什么叫全责发生值了 尤其咱们有些同学是零会计基础的 非会计专业尤其是零会计基础的 那么今天通过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例子 来理解其实会计无处不在 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 只要你合算 你要记载 你要合算 都存在会计的问题 那这就是全责发生值 怎么去理解 讲完这个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问题 叫收负实现值 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 比较朴素的合算 哪个月收到的算 哪个月收入 又称之为叫失收失负 收负实现值 它是与全责发生值相对应的一种会计基础 它是以实际收到 或者支付的现金 作为确证收入和费用的依据 收到了 我就算收入 没收到 我不算 付出去了 我就算费用 没有付出去 那我就不算费用 就这么个意思 那么 回到我们的教材上 或者说回到我们这个 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来说 目前我们国家的行政事业单位 它的预算会计 是采用收负实现值 而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 通常是采用全责发生值 这个问题呢 暂时了解一下 在30张政府会计里面 还会详细展开 我们现在的政府会计准则规定 行政事业单位 在进行会计核算时 那是双轨制 两条线平行 进行会计处理 既进行预算会计核算 又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对于预算会计这一块 采用收负实现值 对于财务会计这一块 采用全责发生值 就这么理解 其实这一块还有一个问题 在我们30张 还有一个叫 民间非移密组织会计 我们15单中 简称叫民非会计 比如说民办学校 民办医院 社团 寺庙等等 一些团社团方面的基金会等等 他们称之为叫 民间非移密组织 那他们的会计处理呢 采用的是全责发生值 好 刚才讲了 企业会计是全责发生值 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 是全责发生值 还有民间非移密组织会计 是全责发生值 只有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会计 它采用的是收负实现值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这画一张表 归纳一下 哪些情况下是全责发生值呢 三个方面 一企业会计 这是主流最主要的部分 我们整个教材 除了三十章 前面几乎都是讲企业会计的 第二个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 第三个是民间非移密组织会计 那么收负实现值 只是针对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会计 好 这样归纳一下 我们就比较清楚了 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客观题呀 好 那么到这儿为止 我们第二节的内容 那就是三个部分 财务报告目标 我们聊下去就行了 终点掌握两点 第一个是什么 那就是四大基本假设 第二个 那就是会计核算基础 分为两个方面 选择发生值 收负实现值 这就是我们第二节的内容 下面我们学习本章的第三节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主要有八个方面 首先看第一个 可靠性 所谓可靠性 那就是要求企业 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 为依据来进行确计量和报告 通俗地讲 那就是可靠性 也就是真实性 而不能做假账 这个问题就这么来理解 我们这儿给大家画个图 提供一个图表 这是什么呢 这是2001年 当时时任国家 这个国务院总理 朱镕基 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提词 提到四个字 不做假账 那就是 我们这儿 会计信息的 这段要求的第一个方面 可靠性 也叫真实性 朱总理当时说了 他说 他呢 自写的不好 所以一般是不提词的 但是当时2001年4月份 朱总理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视察的时候呢 提了四个字 不做假账 他说的不做假账 没问题 同时他说的话 也不是假话 好 这是第一个 给大家说明一下 什么叫可靠性 实际上又叫真实性 也就是不能做假账 相反 有的企业呢 通过虚增资产 虚增收入 有前列虚假的合同 然后上市 达到这个上市的条件 那这就是违背了 我们这儿所讲的可靠性 信息质量要求 好 第一个 我们就这样来理解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相关性 所谓相关性 也就是要求企业 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所提供的会计信息 要与财务报告的使用者 经济决策的需要要相关 你不能提供一些 无关的会计信息 你要提供的是相关的快计信息 怎么理解呢 首先你要清楚 什么是财务报告的使用者 也就是非常关心企业财务报表的一些人 哪些人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股东 大家想一想 股东肯定非常关心企业的财务报告了 尤其关心企业的盈利能力的指标 所以我们企业向股东所提供的会计信息 你要满足它的相关性 从这个财务报告上 我们能分析出这个企业盈利能力的大小 反之你提供的信息 作为股东 它是无关的 它需要计算的一些财务 这个盈利能力大小的指标 它找不到 那就是违背了相关性要求 同样 财务报告的使用者 还包括谁呢 比如债权人 谁呢 银行呀 我们企业在银行贷款 银行是要求企业提供报表 那就是通过这个财务报告 银行要分析 这个企业的常债能力的大小 包括短期常债能力 长期的常债能力 那么作为债权人 他就要关心 你这个报表上的信息 是否有相关 第三个企业的经营者 企业的经营者 王里层 那非常关心的是 其的营运能力的大小 整个资产的周转情况等等 还有谁呢 还有比如说政府 他也是财务报告的使用者 谁呀 税务局呀 税务机关 企业每个月 或者说每个季度 我们要向税务机关 提交财务报告 那就是这些都是属于财务报告的使用者 那么我们向这些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的会计信息 要满足他们的要求 那就是称之为相关性 好 这是第二个方面 下面我们给大家写一个提示 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要求 它是以可靠性为基础的 两者之间是统一的 并不矛盾 而不能将两者之间对立起来 这什么意思呢 一方面要求真实可靠 另一方面又要求要满足报告使用者的相关性要求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给大家打个比方来说 曾经有一家企业就找到我这来了 他说赵老师 您帮我把这个报表调一下 我现在到银行贷款呢 银行不给贷 他说你这个常债能力太差 那么你帮我调一下 达到银行的贷款的标准要求 你尽可能满足它的相关性 是你满足了相关性 但是你违背的可靠性 那不是让我帮你做假账吗 是不是 那么就违背的可靠性 所以相关性要求 是建立在可靠性的前提之下 也就是说 会计信息在可靠性前提下 尽可能的做到相关性 首先要保证真实 然后我们满足方方面面的财务报告 使用者的决策的需要 尽可能的提供相关的信息 那这可以出题呀 那就是相关性是以可靠性为基础 为前提条件 好 这是第二个方面 相关性 接下来看第三个 可理解性 那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又称之为叫明晰性 也就是说 企业所在经营会计处理时 所提供的会计信息 应当清楚明了 非常清晰 报表的使用者 非常容易理解和使用 打比方说 我们的报表格式 资产负债表 左边资产 右边负债加所有的权益 然后报表里面 再细分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分别有哪些 另外利润表 从营业收入开始 下面营业成本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报表 都是比较规范的 作为其他的报告使用者 一看这个报表 非常清晰 对 这就是可理解性 或者说叫明晰性 反之 我提供的报表 自己做了一个什么 这样一个图表 那样一个格式 然后非常复杂的 交给对方 对方看不懂 为什么 我就是不想让对方看得很清楚 那里就违背了可理解性 或者说违背了明晰性 或者信息这点要求 好 三 就这么理解一下 就这么理解一下 对方看得很清楚 对方看得很清楚 对方看得很清楚